那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那个议题分享 然后我今天分享的议题呢 是那个揭秘那个 库博威姐那个非寝入式的流量访问闭环 可能听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觉得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具体展开介绍一下 然后今天的话主要是分四部分来介绍 第一部分就是 我们做这个功能特性的一个背景和一个动机 第二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特性的一些设计 第三部分就是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整个特性的一个实现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 看一下当前的一个进展 以及那个未来的一些计划 首先看一下我们做这个特性的一个背景 我们知道就是说边缘计算的话 通常的话就是说 它的业务分散在各地 然后每个地方呢 它那个资源 就是设备的资源 以及那个网络架构也都是不一样的 我这边的话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项目 叫那个取消省界收费站 这个项目的规模也非常大 在全国三十多个省市都是有落地的 它的一个需求的话就是说 希望通过边缘计算 把那个省界的那个收费站 可以高速的自由的通过 而不需要人为的一个干预 它这个业务的话 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这个地域的特征非常明显 就是在每个地市的那个交界处 都会有一些门架 然后在门架上去装一些智能的摄像头 这些摄像头都是有一些算力的 通过这个智能摄像头 它会在上面部署一些 像收费的业务 或者那种车牌检测的一些业务 等等一些应用 来使这个高速上的这个车辆 那个快速的一个通行 然后在做这个业务的过程中 就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它的地域的特征非常明显 分散到全国各地 然后全国各地的话 这个门架的话 应该是有上万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它每个门架的那个业务量是不一样的 然后每个门架的 它那个网络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有的网络状态非常好 有的网络质量就非常差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在这个业务的实施过程中 为了保障那个 业务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分发 然后它每个省市 其实都是布了自己的那个镜像仓库的 然后每个省市 它收费的应用 或者车牌检测的应用 因为那个ISV的差异 它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所以基于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 之前的话我们采取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针对这些问题 就是比如说 它那个 不同的那个门架上 它那个节点的数量 业务的数量不一样 那我们传统的做法就是说 我可能每个门架上 布一个department的 然后指定不同的一个副本 然后真的这种网络不通 就是说 因为它那个每个门架之间 其实上是没有业务交付的 没有那个业务的互访的 但是那个在 KBUS的网络中 它是在统一的一个 网络平面里面 所以传统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 它为每一个门架上的那个应用 它会 部署单独的那个service 然后针对那个 应用的一个配置的差异的话 就是说 之前的做法就是说 我每一个门架上 去创一个department 有不同的配置 不同的镜像 不同的那个 一些 差异 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做法 但这种传统的做法 会带来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为每一个地域 每一个门架 去 部署单独的 配置应用 这样的话 这个数量 你是非常庞大的 就是说 因为在一个门架上的 它的应用的话 大概是 六到七个了 因为它会在那个门架上 部署一些 像那个数据库啊 像一些 NX之类的一些应用 假如说我们有 上万个那个门架的话 然后每一个门架上 不同的应用配置 它这样 是一个成绩的一个关系 这样下来的话 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有 就是几万个 department 几万个service 甚至几万个 config map 这样的一个配置 然后这样 就是庞大的一个数量的话 就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之前在运维的过程中 就是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 这个配置配错了 或者说在升级的过程中 也很麻烦 因为几万个 要做一次全量的升级的话 就是人为的去升级的话 这个周期的话 还是比较长的 就基于此的话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 节点分组管理的一个功能 然后看一下 在介绍这个功能之前的话 就是我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CubeA级的一个架构 可能有一些同学 之前有过了解 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CubeA级的话 就是基于CubeNetflix平台 做的一个 边缘计算的一个平台 然后这个CubeA级的话 主要分为这个 云边端三部分 然后云上的话 是我们统一的一个管控面 我们有一个 Cloud Code这样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的话 主要是负责 那个ListWatch CubeNet的一些资源 然后Watch道的资源的话 如果是边缘测的话 它会通过我们一个 云边的一个双向通道 我们这个双向通道的话 是支持那个WebSocket的 或者Quick协议 然后也是支持那种 灵活扩展的 然后在边缘测的话 是有一个AG Code AG Code的话 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轻量级的一个 CubeNet的一个组件 我们对CubeNet 做了一些裁剪 来适配那种 边缘测那种 资源量比较小的一些场景 然后AG Code的话 主要是负责 那个容器的生命周期管理 就是应用的生命周期管理 这样一个功能 它和云上的Cloud Code 会做这个 双向的通道的连接 然后在端侧的话 我们抽象一套DMI 加那个DeviceMaple 这样一套机制 然后DMI的话 是统一负责 那个设备的 那个消息的一个转发 那个数据的一个 收集上报 然后针对不同的 那种物联网的协议 我们提供了 那个Maple的一个框架 可以让用户 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 去开发对应的那个Maple 然后我们社区的话 也是目前有 有一些那个Maple 已经在那个官网上 比如说像那个 Model Bus Bluetice OpC UA等等 然后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云边端 三部分就做一个打通 好的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节点分组的一些核心能力 它的核心能力的话 主要是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那个 节点分组 节点分组的话 其实这个 从概念上来说 就是说根据这个节点的一些地域的一些分布的一些特征 根据它的一些资源的一些特征等 我们会把这个节点做一个分组的一个管理 然后第二部分是 就是针对边缘测这个应用部署的一些痛点 我们抽象了一个AZ Application这样一个Workload 来满足就是说 在这种跨地域场景下来部署和运维 变成负载的一个痛点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流量闭环 闭环这一块 然后流量闭环的话 本质上就是说 因为在跨地域的场景下 其实大部分场景下 就是说这个业务的话 一般不会做一个跨地域的一个访问 一般都是在 比如说我上海的一个门家的话 它其实它的业务流量应该不会访问到 就是说杭州那边去 所以它一般就会有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就是会做一个流量闭环 其实我们这个也是基于 KBS的那个Service 去做了一定的特性的一个开发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特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概览 这个概览的话 其实使用我们这个特性 其实主要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说 你可以根据你的业务特征 边缘节点的分布 来对你的那个边缘节点 做一个分组 然后在分组的基础上的话 就你可以根据我们这个抽象的 这个AD Application 去部署你的那个边缘的工作负载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说 就是你在部署那个边缘复杂的过程中 会创建那个Service 那个Service的话 它会根据你的那个 那个节点的一个特谱 做一个流量的自闭环 这是一个概览 接下来我们会详细介绍一下 这个三个部分 首先看一下这个节点分组的能力 这个针对这个节点分组的话 我们是抽象了一个API 通过那个Cubernetes的那个CRD的机制 我们抽象了一个叫 Node Group的这样一个API 然后这个API的话 就是可以通过指定那个Label 去筛选对应的节点 也可以通过指定那个 对应的那个节点的列表 比如说你有几个节点 也可以通过这个配置写进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节点 做一个分组的一个管理 这里也有一个事例 比如说我有杭州 北京 上海 三个那个地域 然后在这个地域里面 部署了自己的一些业务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CRD的话 就是说花费好这个节点组之后 然后会给每一个节点 打上一个对应的一个标签 就是说来分别表示 它是属于哪一个节点组 然后这个API的话也是比较简单 第二个部分就是那个AGA application 这个也是基于那个Kubernetes CRD 去设计的一个API 这个API的话其实核心的部分 主要包括两大部分 第一个是那个Workload template 第二部分是那个Workload scope 先看一下这个Workload template 其实这个里面就是说 你在部署变测应用的时候 会用到一些应用的一些模板 比如说像Department State for Set 还有比如说像Service Coffice Map 对然后我们这个Workload template Template都可以去做一个试配 它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模板 然后那个针对那个不同地域的一个差异的话 我们有Workload scope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Workload scope的话 它可以就是说 比如说你某些地域有一些差异化的配置 都可以配在这个Workload scope里面 然后这个Workload scope里面 其实也比较简单 第一个就是说你先指定你要部署到的 那个节点组的一个名字 可以通过这个 那个group子弹来做一个指定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这个overwriter 去写一些你的一些差异化的一些配置 然后目前的话我们支持 比如说这种replicate overwriter 就是说副本化的一些差异 就是说你在不同的地域 可能应用的那个副本的数量不一样 就可以通过这个overwriter去做一个 差异化的配置 还有那种imaging override 就是因为有些场景可能需要快速地去部署 可能就会在本地去部署一个镜像仓库 这个时候你就通过可以通过这个imaging override 去配置你的那个镜像的一个差异 之后的话其实我们还会增加更多的一些overwriter 来支持就是说各种的差异化的一个配置 这个图就是展示了一下这个流量闭环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在通过那个AD application 在部署这个应用的过程中的话 就是说你在填写那个service template的时候 可以给这个service加一个annotation 就是这个下面有标出 你如果加这个annotation的话 就是说它这个service的原数据 在分发到各个节点组的时候 它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过滤 然后你这样部署好之后 比如说我有两个node group 一个北京的一个上海的 我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一个service来进行管理 但是它的流量不会去跨区域去访问 它会只会访问那个本区域的一个pod 这样的话其实一个是减少那种 跨区域跨地域访问的一个网络抖动 第二个就是通过这种机制的话 也可以减少那个云边 那个消息传输的一个带宽 提高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管理 来讲一下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个特性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特性的话 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 针对这种跨地域的一个应用的一个部署 达到一个统一的一个部署和运维 没有这个特性之前其实我们在取消审计上 其实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比如说就是在下发应用 以及在管理这个节点的过程中 因为面临这个庞大的数量 我们就是非常的一个繁琐 比如说你要查询一些department的信息 查询一些节点的信息 对吧 对这个节点做一些维护的话 这个数量非常棒的 然后有了这个特性之后的话 其实我可以通过这个AGA application 对这个跨地域的这个应用 做一个统一的管理 同时这个AGA application 它会对你那个跨地域的那个应用的那个状态 做一个上报 一个会去 通过这一个AGA application 我们就可以把跨地域的 所有的这种应用的当前的一个状态 以及它的一个运维 做一个统一的一个管理 其实节点也是的 就是说之前节点的话 其实我们缺少一个批量操作的一个能力 之前比如说对节点做操作 都需要比如说CubeCTL或者API 做每一个for each做这样操作 有了这个NodeGroove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NodeGroove这个对象 对这个节点 节点组里面的节点 做一个统一的批量的一个管理 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们这个特性 是那个可以灵活扩展的 尤其在那个AGA application这个层面 因为我们通过那种 unstruct的一个结构 来屏蔽那个底层资源的一个差异 就是说你可能有 除了这旁边的step outside 可能还有一些自定义的一些资源 都可以做一个灵活的扩展 还有一个点就是 我们这个流程 其实和那个原生的 那个KVAS的资源的流程 或者说你第三方的operator 它这个流程是没有偶合的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是说 我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和那个KVAS的原生组件 那个互相干扰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特性 可以对这个边缘的应用 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管理 其实通过我们这个 之前的话也有一些客户已经上量 这个量级是蛮大的 就是通过这个的话 它有两个优点吧 第一个就是我们减少了一个云边 传输的一个带宽 减少了对那个Combinitis API Server的一个 访问的一个压力 来支撑一个更大的规模 第二个就是说 通过聚合的一个状态 来减少对API Server的一些 请求的一些次数 在之前的话 可能你需要分别调用 相应的API去查这些应用 或者节点的一个状态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聚合 我们有一个operator 他会去握持这些资源 然后自动把这个状态 做一个汇聚 减少一个对API Server的一个请求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实现的一个机制 这个NodeGroove的话 其实实现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可以指定我们的 NodeGroove这样一个对象 我们有两种同学 第一种就是通过那个MatchLables 第二个就是直接指定 那个节点的列表 然后你创建完这个对象之后 然后我们有一个组件 就是在Cloud Code里面 叫NodeGrooveController 它就会去动态地去 ListWatch这个NodeGroove的资源 当它这个NodeWatch到这个资源之后 它会根据你的配置 去把对应的那个节点 去打上对应的一个label 去标识这个节点 属于对应的一个节点组 同时的话 它还会去把属于这个节点组的 节点的一个状态 做一个汇聚 然后去更新到这个APSO里面 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NodeGroove 你就可以查看 你这个节点组里面所有的节点 以及节点的一个状态 减少了一个人为的一个干预 这些过程全部是自动化的 接下来看这个AGE Application AGE Application其实刚才也讲 也是一个CRD的一个对象 我们通过配置这样CR一个对象 比如说在这个视频里面 其实我们有一个 刚才也说有一个叫 Workload Template的一个对象 比如我在这个Spark里面配了 就是INIX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它使用的那个镜像的那个版本 是最新的一个版本 然后我在这个Workload Scope里面 我可以指定一些 差异化的一个配置 比如说我在这个杭州里面 我可以篡改它的副本数是2 然后它的那个镜像参控的地址 也可以做一个 差异化的一个修改 然后北京这个地方的话 我的副本数是3 然后它同样也可以 对镜像的地址 做一个差异化的一个修改 当你创建完这个Agent Application之后 然后我们对应的那个Agent Application Control里面 这个组件也会去动态地去握持这个资源 然后它握持到这个资源之后 会根据你的那个Workload Template 和那个Workload Scope 去生成那个最终下发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模板 然后比如说 它会把这个Template和Scope 做一个比较 然后生成每个Region的对应的一个配置 比如说这个Department 它会根据这个Workload Scope 生成两个Department的那个Page 然后去做一个下发 去下发到对应的一个节点组 然后这样 同时的话就说 它也会去 把这些下发的这个资源的那个状态 也会做一个汇总 我们通过这Agent Application 就可以对多地域跨地域的这个应用 做一个统一的一个部署运维 以及一个P操作 然后最后介绍一下我们那个流量闭环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机制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Cloud Code的话 有一个Dynamic Controller这样一个组件 我们知道的话 其实在原生的那个List Watch里面 就是说 每个节点都需要List Watch 比如说Service Interpoint这些资源 因为那个K8是一个扁平的那个网络嘛 然后这个资源的话 因为是要下发到所有的节点 然后在边缘场景下 其实是不适用的 然后这个 在规模比较大的这个场景下 其实这个Service Interpoint的这个分发 其实会给这个集群带来很大的这个负担 然后我们在Dynamic Controller里面 其实实现了一套那个数据过滤的一套框架 通过这个框架的话 就是说 可以按照你自己定义的规则 对这个数据做一个过滤 像这个流量闭环的话 其实我们是做了怎样一个规则呢 就是我们会把那个下发的那个Interpoint的这个数据做一个过滤 就是说 它会根据你下发的那个节点 去反差对应的那个节点组 然后只会把属于这个节点组的这个Interpoint里面 那个Pod IP给下发下去 这样的话 一个是减少那个下发的一个数据量 再一个就是说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跨地域的一些网络访问 我们这个右边的话也有这个例子 就是讲这个Interpoint的Slice 这个Filter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有Nikin Service这样一个 Service 它对应的Interpoint讲说有四个 比如说杭州有两个Pod 北京有两个Pod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Filter之后 我们在边缘测 比如说这个杭州这个节点组 它只会收到 属于这个节点组的那个Pod IP 只剩下这个杭州的这个Pod一和Pod二 然后北京的话 它只会收到属于北京的这样 那个Pod的一个IP 对 然后我们这个数据那个过滤框架 是定义了一套那个接口 然后用户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做一些灵活的一些过滤 其实在我们的客户中 比如说顺丰今天下午 我们也有顺丰的一个案例分享 然后它管理的规模因为非常大 然后他们内部管理的话 其实是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机制 他们是这样做的 就是会把这个节点 其实通过Nikin Service 做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划分 然后他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Filter 去实现自己的一套数据 过滤的一套机制 然后通过这套机制的话 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分发 减少一个云边带宽的一个使用 然后看一下这个特性目前的一个现状 和我们相关的一些计划 目前的话我们是支持那个 就是那个AZ Application 目前的话支持那个Department Service ConfigMaps Department等等 然后流量闭环这块我们也已经做了 然后目前的话就是说 这个资源的那个状态 这个汇聚的话 其实支持的还不是很完善 后面的话我们还会支持更多的那个状态的一个收集 后面的话我们也会做一些演进 比如说那个Application这个API的话 会根据那种边缘的那个场景 会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化 同时的话我们还会提供一些 有好的一些用户界面 用户的命令行的一些支持 来去更好的去使用我们这个特性 以上基本就是我所演讲的那个全部内容 然后这儿有我们那个GitHub 一个仓库的一个地址 以及我们那个这个特性实现的 CAP的一个地址 然后我们CAP其实也有很多那个落地的案例 今天没有讲 我们在下面有展台 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展台去咨询一下 行 我今天的演讲就这么多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一下 你好 我请教一下 就是刚才我看见你讲 就是说是这个边缘节点的那个PODIP 它其实是由这个云端去下发的 那这样的话就说 如果我的边缘节点之间的POD 想去做通信的话 是不是可以支持 是大概是怎么做到的这个方案 这个在同一个那个节点组内的那个POD 都是可以互访的 就是说我们只是把跨地域的这种 不必要的这种PODIP给去除了 因为在很多业务场景下 这种一般不会存在这种跨地域的 如果你需要这种跨地域访问 比如说杭州和北京需要访问 你可以把那个 就是说对应的annotation给去掉就可以了 然后在同一个节点组内 这种跨节点访问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就是必须依赖于这个节点 就是云端分配的IP才可以 是这样 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们这个云端刚才那个 它只是把这个 对应的那个interpoint做了一些过滤 就是说 把属于同一个节点组的那个POD的IP 就是过滤到一起 然后把不属于这个节点组的IP 就不需要给这个节点组下发 因为我不会去访问别的节点组的服务 明白 谢谢 老师 这边还有一个 你好 谢谢你的分享 我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你那个Edge Application的那个定义里面 是不是可以包含就是一系列的APP 还是就一个 可以包含多个 可以包含多个 可以包含多个是吧 对对对对对 第二个就是说 你的这个Edge的group 是不是都是互斥的 就是不会存在着有一些节点 它是可以在两个组之间共享那种 目前的话我们是一般的应用场景是没有跨节点组的这种场景 就是目前落地的一些案例 因为它从那种地域上来说 我们目前还没有遇到 但是我们目前这个节点组 目前也是不支持就是说一个节点 属于多个节点组这样一个场景的 就是说你必须给这个节点一个明确而且唯一的一个分组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在这个每个EdgeCore上面 每个EdgeNode上面都有部署EdgeCore对吧 EdgeCore跟CloudCore之间 他们是有需要有互相访问的能力 对不对 对只需要那个EdgeCore可以那个单向能 如果能向上访问通就行 那CloudCore是怎么去访问EdgeCore呢 因为这个通道就是这种WebSocket和Quig 就是它这个连接建立好之后 我那个云上其实就可以通过这个WebSocket的通道 去往下面发消息 所以其实就不需要每个EdgeCore都有 EdgeCore都有一个公网IP之类的 就只要通过网关这样去访问都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好谢谢 行 如果没有问题 那我这边就先这样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